星期六 企劃書上面說 我今天一共要打三種針 第一個針就是 從第一天晚上自己開始打的 Ocalutron 然後第二個就是 昨天打的那個Piroga 然後第三個 他們把藥換了 第三個其實是一種排卵針 昨天護士說 我的雌激素分泌有點過高 其實綠泡也夠了 所以就調整我的藥劑 那這第三針排卵針 它叫做Decapital 它總共要打兩支 因為要冷藏在冰箱裡 那晚上再給你看 所以總共是 加彩已經認識四支 其實老實講 我到這個地步了 我其實比較淡定一點啦 就覺得該打多少就打多少吧 而且我好處想是 明天是星期天 那不用打半支針欸 你看那有個大差 因為星期一早上 他們已經幫我安排 要去手術室取卵了 嗯 我知道可以少打一些針 其實心裡還蠻開心的啊 因為你看 它這個計畫書是兩週的 那表示 當然啦 就是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所以療程的長短也會不一樣 可是我就覺得 我好像少打了一些針 心裡就其實蠻開心的了 但是同時 嗯 聽到護士說 因為我的雌激素 比較高一點 所以等到 嗯 取完卵之後 我還得去跟醫生討論一下我的狀況 然後檢查我的雌激素 是不是指數已經正常 看來就是跟我之前討論的流程不太一樣 然後 護士說有可能 這整個療程會一直拖到 超過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 嗯 不過我覺得 身體還是最重要的啦 我要相信專業 他們絕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最 好的時機把配胎植入到子宮裡面 應該要告訴自己不要想太多啊 就是把今天的針好好的打完 比較重要 好啦 就先這樣子喔 拜拜 現在七點了 計畫書上面是說 要先打 PureGone跟 Ogalutron 嗯 那我先打 Ogalutron好了 因為 比較熟悉 而且 PureGone剛剛 才從燈箱拿出來 有點冰 然後我就是說 最好是 讓它退冰一點點 不要不那麼冰的時候 再打可能比較好一點 我們現在這個針 預備好 剛剛手也洗了 嗯 然後 一樣 攤一攤 蓋子拔開 好 確定沒有泡泡的時候 然後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後 這個 第一個 Ogalutron就好了 好 然後就把它丟在這個器皿裡面 下一個就是PureGone了 我現在還是把PureGone的 手冊拿出來看一下 所以現在是要裝新的針頭 所以不要已經在裡面了 這是它的針 所以每次的話都要 都要消毒一下 然後 把新的針頭裝上去 就這樣子 然後把它旋轉 組合起來 這是外面的蓋子 先留著 因為到時候要回收 針頭的時候把它蓋起來 然後這是第二個 第二層 把它拔起來 看看把氣泡把它排掉 看看把氣泡把它排掉 水珠了 好 要打的是200 武器單位 現在是125 175 200 好 這次就可以開始打了 這真的很恐怖啊 這就是 這隻我其實還是 心裡還是有障礙 怎麼辦 好 我還要把這個針頭 放345 這隻有點刺痛的感覺 然後下一步就是要把這個針頭 回收 所以要把它蓋起來 這隻有點刺痛的感覺 然後下一步就是要把這個針頭 然後下一步就是要把這個針頭 好 好 好了 然後把它堆到這個回收筒裡面 好 就是7點的部分 那 待會9點的時候就是要打 兩隻破籃枕 它們換成那個DECAPTO 我現在很淡定吧 超平靜的 是不是很不習慣 跟第一次的影片比起來 我真的淡定很多齁 超辣9點見 現在9點了要打最後兩隻針 可能就是 從冰箱拿出來的DECAPTO 它的針其實 感覺跟OCALUTRON大小蠻像的 所以應該還好啦 我把它們從冰箱 一分鐘前就拿出來了 所以應該不會太低 然後第二隻 第一隻開始 都有我們的氣泡 拔開 再彈一下好了 好 那我要開始打囉 唉 勇敢一點 再一隻就好了 真的好痛 剛剛那一隻 我應該在呆一隻中欸 怎麼辦 為什麼我有點開始暈了 不知道是心裡有影響身體 好 最後一隻了 最後一隻了 已經就不用打了 天哪 好 勇敢一點你可以的 最後一隻了 三 三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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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六 五 五 打完了 眼淚都飆出來了 真的很痛 不過好處就是明天就不用打了 沒事啦 打完就好了 那就先這樣子喔 掰掰 現在 只能叫做Eloma 超像組裝槍的 結果 這個Purogun可真也是啊 你們看